世界买动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NMEC澳洲留学网文电台 您的第一首VISA新闻平台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Kao 您对澳洲流行投资有兴趣吗 欢迎您订阅我们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叫我们有新的video新的消息 您都有第一首取得最新的情报 OK 今天的移民局副部长 副局长 副部长 anyway 反正anyway就是 Assistant Minister OK 他MAT 这他名字好长哦 叫Withelthwaite 应该是这样念吧 好 他今天到了这个移民工会 澳洲的移民工会 MIA Migration Institute Australia 来到他们的这个2024年的年会 然后发表了一个 也没有长文啦 反正就有个报告 好 那他放在这个 其实是放在移民局的官网 但是你 其实进官网也找不到 你要把那个官网前面打 ministers.homeaffair.gov.au 那就可以找到他 按进去我就会看到这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可以看到是今天10月31号 虽然今天台湾是台风天都全部放假 不过还是要在这边多花点心 把这些东西赶紧报给大家 因为大家知道已经年底 年底不是很多政策要推出了吗 到底今天我们推出来 但我先告诉大家今天还没有推出任何东西 不过这边已经有告诉我们 接下来会推的东西 所以今天我要花一点点的时间 跟大家update一下 他到底今天在这个澳洲的移民工会的 这个speech里面讲了什么东西 我看了一下 其实长篇大论 你看这些政客们真的是有时候很烦 到处去来跑去不同的地方 然后讲一大堆东西 首先呢这篇文章很长没错 但是呢可能有四分之三的content内容 完全是你不会想看的 因为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那我先带大家导读一下 第一呢他这边跟大家说 大家好我是谁谁谁 你们这些在移民工会等等等 谁谁谁好棒好厉害 然后我们这几年怎样怎样怎样 18个月来然后呢澳洲澳洲政府呢 我们这一次工党政府呢 正在解决他们的所谓的broken system 这个在前政府的这个他们做了这一个 2023年Parkinson Review发现了这个有 这个前政府做了很多烂事情啦 不然因为我们不想再听这种东西啦 已经2024年拜托 你在2022年之后你就说已经broken system 已经2022年我们想要听到是你要怎么fix 你要怎么推出新政策来fix这个system 不想要再听什么broken system了 OK好那他这边再继续聊有关呢 又聊到了这个疫情啊 然后前政府怎样一大堆的 这些都不是我们想要了解的 好这边提到他们撒了2.5 billion 那这个应该是25亿 这个澳币到了澳洲的这个冀职院校里面 OK那当然啦 奇怪你花那么多钱给本地人 结果呢你国际留学生你全部聚光光 也没有全部你还是可以申请啦 不过那拒签力超级超高 我在这边还是呼吁一下 完全不建议 看到太多拒签了 不要去碰这一块 那他们丢了这个25亿 在这个冀职院校里面成果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是很差 他不敢讲啦 因为其实澳洲人本地人 虽然去读这些tafe免费 有去读的有多少人 我记得我上次看报告好像非常少 报名很多哦 OK但是有没有读完 可能读一期一期就拜拜了 反正免费嘛 就试试看看一下嘛 爽一下嘛 有读完吗 没有 No OK所以还是很多的skill shortage 好那这个问题呢 我不觉得他们可以解决啦 他们这边说我们开始要reform 我们的temporary and permanent skill migration yes 好我们这个就是重点 我们想要看这个部分 他说即将会有skills in demand visa 然后他们会有三个pathway 一个是specialist 一个是call 那specialist又给高薪的 13万5000以上的 然后不需要做职业建议就可以申请的 那call的就其实就跟现在的这个TTS 这个482一模一样 然后另外一个就基本上是跟现在的这个label agreement 就达马program是一样的 好 那好啦那什么时候推出来 sorry他没有讲啊 OK 那这个不过我们早知道 我们在我们频道 follow我们频道的这个朋友们早就知道 Anyway 好我们再继续下去 好他在讲说我们也要推出一个新的 这个技术移民评分制啊 我知道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粉丝们几万人大家都知道啊 到底什么时候推出来推什么样子的 也没有讲 OK第三个我们也要再推出这个NIV啦 National Innovation Visa yes我们也知道那是明天推吗 你赶快告诉我们吧 然后大家都等不及了哈也没有讲哈 那当然他这边讲比较花比较多时间去讲NIV 我不晓得为什么可能这马上要出来吧 他说这个NIV呢是一个 single streamlined pathway to highly talented migrants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benefit of Australia's future prosperity 意思就是说反正我们要找一个很厉害的人啦 然后就给你 然后你就可以进来就移民了啦 NIV基本上 其实NIV我很多人问我 我个人感觉很多这种时候都是换个名字换汤不换药啦 他不你能变什么东西出来吗对不对 你想一下在这种类别签证那么高阶的 就金字塔顶段你还能变什么东西出来 所以基本上我的看法应该是跟Global Talent差不多 然后呢他可能会有其他的stream 或是其他加分方式就是让你去投资 我举个例可能是这个样子吧 这是我唯一的想法 我不觉得他能够再有多大的变化哈 We aim for both emerging leaders ensuring attract migrants across the world 当然你要有track啦 reform specialist pathway the NIV would drive growth the sector of national importance 所以他这边把specialist skill pathway跟NIV讲在一起 为什么他这样讲 因为现在的Global Talent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你太多他太广了 申请人他有丢application丢EUi的人太多了 那你如果他现在introduce skills specialist skill pathway什么意思 就是在雇主担保的部分 13-5000 薪水13-5000以上的 你只要找到澳洲雇主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就申请special pathway 你不会来抢原本的Global Talent的配额 这个是好的啊 他基本上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NIV就基本上针对是金字塔最顶端的 中上的那群人 你们就去specialist skill pathway 但是你要找到澳洲的雇主 好 然后他这边又在讲了 他这个是一个small exclusive program 本来就这样子啊 投资移民跟Global Talent原本都是small exclusive 也没有多到哪里去 不可能太多啦 support migrants with skilled robotic 这个机器人AI啊 然后量子计算啊 Clean energy啊 这个基本上就跟Global Talent一样了 好 这在 然后最后他这边讲了一句 NIV will be introduced by end of this year so 我们已经end of this year 明天就11月了 拜托 好 我希望是明天就可以出来了 好 讲了那么多 下面开始后再讲说 我们要帮助regional的这个 designate the regional visa 因为现在其实偏远地区的494 我讲过很多次啊 那根本就不attractive 你能达到494的标准的时候 你做482 你做186 都来得比494好 494还要锁你 锁你在偏远地区三年 那你也 为什么呢 所以他应该会把它再放宽 我不晓得这方向会怎么做啦 那接下来就讲到打工度假 还有其他一些他们的这个 跟太平洋那边 这个岛国签的这个 Pacific Australian Labor Mobility 其实这个 他们把很多的这个太平洋岛国的岛民 引到澳洲来帮他们工作 然后发现这些人 我已经听到很多的问题了 那因为产业界有认识 有认识一些在农业的 这农场组等等的 他们他们遇到问题是什么 这些岛民 可以啊 我把它弄过来啊 太懒了 哈哈哈 比澳洲还懒 那anyway 所以这里面还是蛮多问题 好我们刚刚已经基本上都讲完 这就是他今天在移民工会讲的东西 所以他讲了什么东西呢 他基本上没有讲任何东西 他讲所有东西 我们早就知道了 那今天现在粉丝问我 你的观众朋友问我 那卡拉你干嘛爆这个啊 人家是副部长 他去移民工会的年度 这个大会 哇上去应该是应该讲什么东西 对啊没错 所以我也来看一下 然后这边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过这边有一个重点啦 就是说 应该我们所预测的所有的这些政策 应该马上都要出来了 那明天就是11月1号 到底明天会不会出什么政策 还是他会follow去年的Pathway 一直拖拖拖拖到 那个12月才出政策出来 都有可能 因为疫情后整个时间都打乱了 他要整个政策全部都打乱了 不过anyway 我觉得呢 接下来就是 雇主担保Skills in demand Visa 会出来 然后NIV 会出来 然后新的评分制度 基本上这三个重点一出来的话 整个澳洲移民的系统呢 又可以回到正轨上去了 anyway 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留言给我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